就算我再怎么努力 我也许可以在小杨心里成为一个好父亲 但是我永远无法代替你 在他心里的位置 由张雨琪董洁主演的电视剧 加油妈妈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为了能拿到小杨的抚养权 周南南和杨硕各自请了律师打官司 但对周南南来说 赢下这场官司的几率不大 周南南和杨硕商量 抚养权归自己 但他同意让杨硕带小杨出国读书 小杨知道要去国外上学很开心 但他不知道的是 妈妈不和自己一起走 为了让小杨早点习惯没有妈妈的生活 周南南让小杨和爸爸住在一起 故意避开他 小杨偷听两人谈话 以为是妈妈不要自己了 第二天他让卢川偷偷带着自己 去外国与学校面试 但还有两周才到面试时间 小杨在门外恳求老师 南南和杨硕也赶来了 看到这个画面周南南很伤心 而杨硕也终于明白 小杨不能没有妈妈 自己是无法强行带走儿子的 杨硕承认自己错了 因为之前他从没真正考虑过 儿子霍周南南的感受 最后小杨成功考上了外国语学校 杨硕和周南南也解开了心结 都不进去 我不能够 但是所以呢 我甚至有时能够 不错